欢迎回到晨光第一线 每周四的着眼天下 会带您去看看世界各地的人与世 今天的节目要带您到高楼耸立的香港 近年来那里的高楼大厦不只有商业活动 也有人在那里开辟小型的农场和养鱼场 近期在港台闹出来的地沟油风波 再次掀起了香港人对食物安全的隐忧 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 开始在天台种菜 虽然这种休闲农场的收成 不足以供他们每天所需 但吃下自己努力耕种的有机蔬菜 不只有满足感也吃得特别安心 一个节目好玩 好玩 好玩呢 好玩啊 可以种一些菜给我们自己吃 可以看看自己的成果 腌菜 山菜 葡萄桃 番茄 马铃薯 现在的虎瓜都很多 有成功的有失败的 对应该都有 对应该试过了 就是我们觉得有些事物是不安全的 我们自己种的 这是念试念试 怎么样种菜 可能我们退休的时候 我们可以打理一个大一点的菜丸 我们可以自己种自己去 什么比较安全 就是觉得现在很多东西都加了很多农药 还是什么的 我们就是这样想的 这个设在香港市区高楼天台的农场 叫做都市农庄 分布在香港三个地点 加起来的总面积是一万五千平方尺 都市农庄的创办人林士昌是一个广告导演 原意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减压活动 而能够有收成 算是一个额外的收获 市面上的菜很依赖大陆的供应的素材 还有进口的素材 我们就是说希望能够提倡本土的耕种 选择把农庄设在市区高楼的天台 是为了方便香港人在市区里 也能租个空间来耕种 在这里农友们租的不是土地 而是一个90公分长 60公分宽的种植箱子 一个箱子的每月租金 介于26到36新元之间 农庄还开客 让那些没有经验的农友 可以得到基本的种植知识 天台农场其实在很多国际都市 比如美国的纽约市 德国柏林 日本东京 都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 画面上您看到的是 纽约市一家相当有规模的天台农场 每年生产两万多公斤的有机蔬菜植果 可以供应到市场上 香港近年来出现的天台农场 多数还属于休闲性质 像都市农庄 这样一个休闲农场的一年的蔬菜生产量 究竟有多少呢 你在这里种一块田 你可能每一个星期 可能一顿饭两顿饭 可以添加积极种的菜 我们叫那些种植箱子吧 基本上一年 大概半平方米 可以产出20到30公斤的蔬菜 在盛起来 其实我们整个三个农庄 加起来 基本上都可以超过 一万公斤的一个收成一年 我希望能够开发更多 可以运用的天台空间 去发展这个都市农庄的一个活动 高楼可以种菜 也可以养鱼 您看画面中 这一个个大桶 里面全是养殖鱼 而这个地点 是香港一座大厦的 第15层楼的单位 他们为什么会在高楼大厦里 设一个养鱼场呢 在这种工程中 我们的工程中 使用我们的工程中 是由于在线水中 在水中的水中 是水中的水中 是水中的水中 在这种水中 在这种水中 是我们不需要 水中的水中 水中 而我们不需要 水中的水中 水中 所以我们可以 在水中 有种水中 在水中 在水中 在15层的 楼上 或是 在水中 中 在水中 水中 原来这家公司不止卖鱼 他们更主要的是在卖科技 公司说企业买了他们研发出的这种科技 就能够在任何地方养殖鱼 那这个设在15层楼高的高科技养鱼场 到底养了哪些鱼呢 这些都是比较贵的鱼 业者说这几个品种的市场价格高 主要是因为他们很难在自然的环境里养殖出来 我们吃东西当然都希望来源是最自然的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养殖出来的鱼 铜里面的水质也由专人调控得非常好 你愿意吃这种环境里养的鱼吗 听听香港公众怎么说 好像不太自然吧 不清楚这个实际的操作是怎么样 对不对 毕竟还是天然的东西比较好一点吧 如果但是如果去买的话 我不会主动去问 但是如果知道的话就可能不会买 为什么 好像很不人道 对于我来说没有这个观念 随便卖就可以了 因为我通常都是在超级市场买的 对于消费者的这些看法 公司有这样的回应 以前大家吃的食物呢可能种类不多 但是来源都非常的清楚 因为菜可能就是自己种的 鱼是河边抓的 但是现今社会呢 食物供应链非常的复杂 盘里的鸡肉鱼肉 究竟经过了多少层人手的处理 过程中有没有加料 我们都不知道 近期的许多事件 包括地沟油风波 敲响了食物安全的警钟 生活在都市的我们 没有办法 夏天耕种 做到自己自足 但对我们吃下肚子的食物的来源 真的需要多加留意才行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我是振华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